一大票骑士路口等红灯 其中一台双载机车的后座男子 身体不识诡异为夫摆动 几秒后机车起步 人竟然头桥下贪婪摔地 一旁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后轮擦过无姓男子的头部 吓得他呆冷原地 后方脚车赶紧闪灯示意 出事了 无姓男子的太太同样吓坏了 牵车到路边后快速返回老公身边 将身体翻正大力拍叫要他醒醒 热心民众见状冲上前帮忙报警 刚好一名中和交通分队远警 赶上班路上见状帮忙CPR抢命 到他确实没有呼吸心跳之后 我就赶快试试CPR 大概三分钟 原本误以为是交通事故 刘金顺机警发现无姓男子状况不对 立刻双手压胸跪地CPR 要跟死神抢命 人命关天先将上班快迟到抛脑后 老实说那个时候是有点慌张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个 之前是在我们警局还有分局的训练 才有一点自信跟勇气 双脚跪薄油路膝盖都快烫伤 但远警不敢放手 狂压三分钟 6点45分救护车抵达接手 刘金顺累到一度差点跌倒 见救护人员就低调离开 觉得是那个先生自己的福报 还有依时间热心的民众 报案也有协助接护 还有之后接手的119同仁 他们才是最大的工程 刘金顺94年吉特班毕业后 即分发中和分局交通分队 从警示8年 这回奋力救人 不邀功默默离去 人民保姆的态度令人敬佩 解雅一强小山参谋报道